这个女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却被上门服务的钢琴调音师 意外撞破凶杀现场 幸运的是 调音师是一个瞎子 不幸的是 调音师是装的 这天 收到邀约的调音师 在门口按了两次门铃 女人才过来应门 女人隔着门拒绝了调音师进门的请求 推说丈夫不在家 调音师本着尽职尽责的原则 跟女人解释 给钢琴调音并不需要丈夫在场 女人再次拒绝了调音师的服务 调音师以为遇到了难缠的客人 于是表露自己的盲人身份 请求女人开门解释 女人只好打开门向她解释并道歉 此时 对门的老太太听到声音开门看了过来 女人顺势便将调音师请进了门 调音师走进房间 路过转角时 她在女人的帮助下狼狈地爬起身后 才发现 面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确切地说 是一个男人的尸体 而刚才让她滑倒的东西 是一大滩鲜血 男人看起来死去不久 因为脚底下的鲜血还是粘密的 女人没有来得及清理 此时的调音师惊恐交加 但她不能表现出分厚 因为她在女人眼里是一个盲人 这也是她得以进门的原因 一旦她露出破绽 要么作为目击证人上法庭 要么成为女人的手下亡魂 而现在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女人谎称家里搞装修 打翻了油漆 并不由分说脱下调音师 沾满血迹的大衣 一把将调音师推坐在钢琴前 建议她把脏污的衣服脱下来 她去找丈夫的衣服给她换上 调音师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好乖乖照做 在女人面前脱的只剩下内裤 接着女人走过来 一把摘下她用以伪装的墨镜 这下 调音师身上 已经没有了可做掩饰的外物 接下来能不能活命 只能全凭演技了 调音师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平日里喜欢装作盲人 在获得更多便利和好处的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这个练舞蹈的美女 正在陌生男人面前换衣服 后来索性不换了 只穿着内衣翩翩起舞 女孩如此奔放 只是因为 她以为眼前的男人是个瞎子 但如果仔细看男人的眼神 会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睛有细微的反应 她对眼前的美景并不是不为所动 她一边给钢琴试音 一边暗自观察着前方曼妙的声音 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 笑容中带着审视和玩味 不知情的美女舞完一曲 结束后还送给了调音师一个香吻 这便是装成盲人的好处 其实男人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 那她为什么要扮作一个盲人呢 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 这个男人 是一个别人口中的钢琴天才 自认虔诚无量 这天 她正参加一次至关重要的钢琴比赛 但因为太过紧张 比赛失利 男人为此一举不振 女友也离开了她 颓废了一段时间 当男人终于走出来时 她成为了一名钢琴调音师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她扮作了一名盲人 自此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扮作盲人 看着别人在自己面前放下戒备 她在这种单向的窥探中 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感 朋友不能理解她的行为 认为她疯了 男人不以为然并沾沾自喜 男人认为 装成一个可怜的盲人 在完成工作的同时 还能满足偷窥的私欲 生活越发得心应手 男人渐渐享受起这种角色扮演来 不只是在雇主家里 在餐厅 在室外 她也乐意扮演一个盲人 不过 骗子迟早会阴沟里翻船 生活很快给了她一记耳光 这天 伴做盲人的调音师 照常上门服务 不料一进门 就踏进了一起凶暗现场 但她不能有任何反应 她想要活命 就必须装作什么也看不见 这个女人举着钉枪 对准眼前的男人 男人内心站立无比 身旁沙发上的尸体鲜血淋漓 身后的女人正持枪对准她的要害 男人只能祈祷 凶手千万别察觉自己假扮盲人 男人表面纹如泰山 实则内心慌张无比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平日里假扮盲人欺骗顾客 到今天得以生命为代价来演戏了 而女人也不相信男人是真的瞎子 她对男人一再试探 她先对男人连拉带拽走向钢琴 随后脱下男人的大衣 一把将人推坐在钢琴前 男人下意识用手扶住钢琴稳住身体 钢琴猛地发出刺耳的嗡鸣 接着 女人借口帮男主清洗 让男人脱下所有衣服 她一边表示会转过身不看男人 一边无比自然地紧盯男人的动作 仔细寻找男人神情中的半思迟疑 随后 女人发现男人戴着墨镜 看不见眼神 于是静止伸手拽走了男人的墨镜 男人面对女人不断打量的眼神 内心冷汗沉沉 终于 女人走开了 男人强装镇定开始工作 忍着不去看一旁沙发上的尸体 心里疑惑又恐惧 只想着快点调好钢琴 然后离开 女人拿走衣服后半天没回来 男人猛然记起 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装有记事本 一个盲人 为什么需要记事本 况且上面还有自己的笔记和秘密 男人越想越恐慌 只能祈祷女人不会察觉她的一样 不一会 女人举着钉枪 悄无声息地走到她的身后 对准她的后脑 她感觉到女人的存在 但她不能回头 也不敢出声询问 她不知道女人是否发现了她的伪装 男人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 她继续工作 忐忑不安地调试着钢琴的每一个音乐 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在悠扬的琴声中 男人不断催眠自己 逐渐平静下来 仿佛忘记了 身后还有一个举着凶器的女人 而自己命在旦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男人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 她能逃出升天吗 导演并没有给我们直观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根据细节 推敲出男人最终的命运 从前期的剧情 我们可以知道 男主是一个容易紧张 胆小 怕事的人 后面的剧情发展也可以看出 误入了凶杀现场 男主明明可以凭借体力优势打倒女人 实在不计就迅速逃跑 可他却试图用演技和女人周旋 选择了一种风险最大的方式 去求取一线生机 当调音师记起来 被忘录遗忘在口袋中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自己的谎言被揭穿了 即便已经关乎存亡 他仍不知悔改自欺欺人的心灵 仍掩耳盗铃心存侥幸 甚至连反抗的想法都不曾产生 电影开篇结束转场时有一个声音 很明显是定枪射击的声响 导演一开始就迷失了结局 男主选择不反抗的时候 就走向了他既定的命运